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别市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甄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平经济反望部》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你们国家 你们国家这个行动 令到西方的一个重要抗产布局受挫 是什么呢? 稀土 我们讲过其实之前拜登政府和西方还有日本 就希望澳洲可以在稀土这个抗产上有所作为 所以就找这家Ninus公司 其实之前一说西方要撑这家公司的时候 其实是相当地 这个股价很正 现在肯定大事了 原来大马的这个政府 现在的团结政府 挺好听 就是拒绝了 澳洲Ninus 这家公司的要求 因为 之前 他们就希望 继续 将放射性的废物 就是这些废料 或者叫废料 是 放在大马 现在不需要 其实都挺厉害的 很多国家就开始找你们这些高级官员 可不可以帮忙 因为澳洲 是 拿来 对抗中国 稀土的一个 叫做国家 那么 这个《海峡时报》就说 一名 你们政府高级官员就说 作为 更新 营运执照条件的一部分 其实 Ninus 不再被 彭亨州政府 是 误发一个执照给他们了 就是不可以再放放射性的 这些废料 正常大家都害怕的 内阁 亦都是 拒绝了澳洲的请求 Ninus 换句话就是 不再允许 在马来西亚 放放射性的 这些废料 那当然 其实 官方的声明 就很快会出来了 那就意味着 Ninus 其实也挺厉害的 我们这家澳洲公司 Ninus 就是中国 以外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生产商 现在 只是给它在马来西亚的工厂 提煉难缘素 并且必须 这些经过 分解和洗涤的物质 是要有这些 分解和洗涤的工序之后 才可以重新出口 如果不是就不行 那 Ninus 其实 已经向Ninus 发出了非正式通知 对不起 你以后不可以再将 放射性的废料放在马来西亚 海峡时报也说 Ninus 收到正式通知之后 其实 这家公司 还有30天的时间 向科学及工的 记部长 正立康 是吗 是 康还是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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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团体 都会在几个星期内 就约会这位部长 约会他做什么呢 就是希望 确保马来西亚 不会破坏 Ninus 精炼 稀土的生产 因为 它是用来 擺脱中国的 没有破坏 其实 只不过 提炼完 有放射性的物质 不可以放在我们 没有破坏 他真的说没有破坏 海峡时报就说 因为稀土很重要 涉及到整手机 还有很多电动车电池 军事的产品 很多高级军备都需要用 海峡时报也说 大马政府其实是乐意成为稀土供应的一部分 但是 不会以 民众 的 这个牺牲环境而做代价 当然 星期三 部长就会向国会议员汇报 部长也将 在适当的时候公布 官方的文告 而彭亨州的 永久 放射性废物处置设备 其实现在 完成了30% 当然就说不让他放 7月份后就不让他放 其实 对于西方来说也挺糟糕 因为你突然说不让他放 你知道这些东西 多数国家都不肯 都是那句 如果没有什么 为什么澳洲自己不肯放 当然 为什么不会在澳洲境内做呢 为什么要来到我们 十几年前 其实Ninas 首次计划在 马来西亚撤厂的时候 曾经受到公众 强烈的抵制 当地真的有人抗争 因为民众 对之前的稀土项目 在大马造成的巨大影响 是担心的 因为之前真的有些幅射 有些事件出来 当然 当时的欺盟 也是 极力反对这个项目 在执政前曾经说过 稀土这些 废料 对人是有 不好的 影响的 所以是强烈反对 并且承诺在执政后 会关闭这间厂 和运走所有的废料 但是 欺盟政府 就用三大条件 开启了大门 令到Ninas 继续在大马可以营运 并且 以专家报告就说 其实Ninas的稀土厂 对民众的健康是没有影响 Ninas的东西 是 叫做 是安全的 但是 貌似也不多相信 其实也不多相信 这个 澳洲这间厂 因为也是那句 如果 真的 叮叮叮 当然 其实我觉得 危险性比较小 但是 是不是少少影响 或者潜在影响都没有 你又很难说 是不是 原来 这个消息一出来 稀土价格即刻升 稀土价格即刻升 因为 因为担心澳洲攻不上 担心澳洲攻不上稀土 因为澳洲就是想着 抵挡着 中国的 就是稀土那方面 暂时来说 证明了马来西亚都是以国民作为这个依归的 是 其实这个事 是 是 其实 一直有人抗议 他在 提煉的这个做法 一直说 不可以在这里 提煉的 后来他们就 做出很多 安全上的 保证 但是也没用 人民的对他的观感始终没有改变 信心也差 因为之前 之前那些做得不好 是吧 你都说 之前的没关系 但是 就是 你做了这件事就是这样 是吧 你很难要 也是那句 建设 永远都很困难 破坏 就很容易 另外 其实 Ninus这家厂 也是中美 这个叫做重要资源的争夺一个方面 因为 就想着这个Ninus就帮 所有的自由民主国家阵营 保住 稀土的生产力 现在 马来西亚这样 其实 所以你想一下美国 还有就是日本 欧盟 澳洲为什么大市都要出动 因为 喂 可以帮忙 还有我们说回 中美的竞争资场 稀土当然很重要 尤其是 在 非洲其实还有一些稀土矿 原来 非洲矿业投资大会 这个星期 就在南非举行 到时 专家就觉得 美国 会和中国 在非洲的稀土开采是竞争的 美国 国务院主管这个经济增长和能源 还有是环境的 次国务卿 废义难得知 他就说 电动车 将会在2023年 占据全球市场一半 你的需求很大 你这种金属 在2040年 预计 需求量 要增加42倍 而全球 华有八成的精烈利 是中国掌握的 所以 废义难得知 亦都担心 拥有 丰富稀土的 非洲国家 会不会 倾向中国 其实 和中国关系是挺好的 当然 他就说 你们不可以这样 你们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但是 之前做得少 对吗 经常都说 他这样 令到你有债务危机 令到中国的国家很惨 但是 之前你又不做 现在 你有地缘政治 危机 或者你觉得 地缘政治紧张的时候 你才叫 非洲国家 南美洲国家 东南亚国家 帮下手 之前你搞什么 太平洋倒国也是 稀土 当然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东西 刚才说的智能手机要 电动车要 风力涡轮机也很重要 风力涡轮机就是 风力发电 这些是关键材料 对于这些这么快速发展的绿色能源领域 相当重要 但是你要知道 中国在非洲是有长期的投资 而且中国 很困难的时代 都是 帮非洲 不是 现在叫做经济好一点才帮 很困难的时代 都已经是 帮非洲 不过现在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就想着 我们现在来 而且 他们 好像我们刚才说的 那位 废义男得知 他就说 我不需要提醒 非洲民众 但是你要知道 当供应链 中断或者 过度依赖 单一国家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在大流行期间 已经知道 这是我们共同的弱点 他们说 你们不可以依赖 中国的投资 我们也要来 那就公平竞争 当然 中国插旗那么久 我们怎么公平竞争 那你想一下 为什么 都是那句话 为什么有机会 被中国插旗那么久 之前的事情你干什么 其实拜登政府去年 就组织了一个 抗密安全 伙伴关系 江港民主共和国 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国家 之后拜登就在12月更加 举办 美非峰会上 赚江港民主共和国 或者叫民主江港 赚 好啊 因为他们和美国签了协议 不过 西媒就不多看好的 因为他们觉得 这些协议 其实 都是 比较小的项目 大的项目 其实中国一早已经插旗了 当然他们也说 和非洲合作可以发展电动车电池供应典 不过 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洲项目主任 叫卡劳 他就说 哎 美国已经迟了一步了 不过也好 有心不怕迟的 现在醒觉也好 不过 要花 有很多力气 中国用了几十年时间 我们 会不会用几年时间 追赶到呢 他打过移民 我也觉得是打过移民 记住是困难时候 都是 要做帮你的时候 你也知道 相当很难 很难 还有 这个 中国稀土集团 成立了不够一年时间 所以 大家看看这间公司 究竟有什么 要做呢 其实 中国稀土集团 他们回应 回看的时候 就说 很多具体的 规划 都未 是敲定的 究竟有什么新的海外布局 还是要 慢慢去看一看 自己也没有知 是的 因为太多东西要估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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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